在基隆港港湾旁 移动1950年诞生的 文艺复兴老建筑 三层楼75平 星巴克一十四门市 在2011年进驻 但一十四你会觉得 它是很秀气的 它是独动的 它是在一排建筑物的最角边 就可以看到它一个 相对比较完整的整个建筑物 房子侧面顶端阳气 像观貌的曲线 象征过去世身的尊贵感 棕黄色的墙面 充满古色古香的窗框 有着老房子的韵味 建筑物的正面 利用锻造手法 是用波浪般的护栏 围在窗框的外边 充满文艺复兴的细腻气息 整支笔直柱子连接各楼层 底部贴满墨绿色小瓷砖衬底 整栋建筑充满无限巧思 在金龙港口相当鲜艳 走进店内就像坐着 多拉A梦的时光机 回到了九日时光 你走到里面去的话 就感觉到我进到一个 故人家的一个天堂 或是到他的一个客厅 或者他的一个起居室 这种感觉 天花板的一个造型上面 我们用了一些比较复古的一些 立体的一些雕刻 而不是一些 一般我们看到这种平面似的 它是块块比较立体的 搭配垂吊式浑黄灯式 相当典雅 还有全台唯一的 星巴克油桶 可以寄送明信片 走上二楼保留老房留下的楼梯 红色铁符绣 以及造型栏杆 楼间的八角窗别有一番风味 二楼保留老房子才有的 七十字地板 森啊或者它有一些 这个隔屏隔间 也是用那个就是比较小的 这个玻璃的这样一个隔间 方框方框的这样去做 跳高的天花板配上落地窗帘 大片玻璃采光相当好 墙上利用古代渔户木箱装饰 呈现港口城市的怀旧风味 走上三楼 巨幅的壁画透露基隆当地故事 更有古代的打字机 正空管音响 述说着房子的历史 民众也都觉得坐在里面非常放松 保留一些基隆海港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 就觉得这里的空间环境蛮放松的 就还不错啊 很放轻松的感觉 港口老住家改造成咖啡屋 故事大户人家 值得你一探究竟 怎么现在才看到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